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觉得很酷 因为我平常有在听podcast 只是可能频率没有到那么高啦 但是就是有在听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变成一个speaker 对反正就我蛮想要找一个人跟我一起 因为我本来就想要找朋友聊天 这种方式呈现的话 可能会比较自然一点 想要聊一些话题 然后加上我又觉得我跟星的对话 可能比较有趣一点 所以呢就找他来聊 那首先呢我们想先就先分享完整的讲一下 为什么想做podcast的东西 因为就像你说的 我自己也有在听一些podcast 不然你也先分享你有在听哪些podcast 我就听就是像古矮这种 其实现在比较少 但是也会听业务 我忘记叫什么 等一下也太旧的太突然了 我要找一下 好你找一下 那我分享我的 其实因为我自己听的podcast不算太多 我最一开始听podcast是因为马克行商 你有在听马克行商吗 或是你知不知道马克行商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是 他们以前就是在做广播节目 然后他们是DJ出身 他们之前在广播节目有一个 节目叫做什么青春点点点 那时候就有在听他们节目 然后是后来广播没有那么盛行的时候 他们就转战podcast 主持人是马克跟玛丽 主要都是在念回读者的信 所以就变成了马克行商 我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我一开始是只有听这个 后来我有听了一个是 before midnight 然后他们是一个设计师 我忘记你知道异语有花吗 不知道 他就是一个花店 然后他们有出一些一年生的年历 然后我一开始我是买 跟我同事买了他们的年历 他们是一间花店 然后他们就出了一些花的年历 然后我觉得很美 就很有质感的年历 所以我就发现 他们有在做parkings就有听 然后他们讨论的话题 也蛮有趣的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听听看 然后再来第三个我有在听的 因为其实我就只有听三个 就马克行商 还有那个before midnight 跟最后一个是疯女人聊天室 你听的完全都跟我不一样 你听的很休闲 他们的主题都是比较 马克行商就是蛮无厘头 然后蛮生活化 他就在念读者的信 然后回应一些大家的想法 然后他们两个的想法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反正就蛮好笑的 然后再来如果是比封闭 他们好像比较严肃一点 他们讨论的话题 稍微相对严肃一点 可是我觉得他们讨论的内容 是很值得去听的 然后再来是疯女人聊天室 也是生活的 然后是觉得他们很有趣 所以就听 主要是听这三个 那你的呢 我的的话 最一开始接触podcast 其实听的是大人的smoke talk 这个我知道 对 那他里面就会提到 有点类似用专案管理的角度 去带一些生活跟工作 也是一些观点看法 然后后来第二个频道是 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是一个女生 然后也是比较偏向 工作嘛 但是他很多 他很多面向 也有一些是生活 然后我觉得还 真的是对生活蛮有帮助的 或者是对自己的思想上 会有一些新的看法 然后但是这两个 我现在其实都蛮少听 我现在最常听的就是 古埃 因为就是工作 然后我其实真的能听 podcast的时间不多 有时候是开车 那我就可能会听 或洗澡 那我可能就会听古埃 他就讲一些 现在股市可能发生的 哪些现象 或是哪些新闻 然后他提供他自己的观点 然后我是觉得 可以听听看 那有时候洗碗的时候 也会听 类似我自己的工作 那个面向的什么 那个业务 但是这些都很少听 就是我会去搜寻一些关键字 跟自己的工作差不多的 就听人家讲些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你也是比较喜欢 听跟工作相关方面的 或是不要讲工作也好 就是可能跟人生规划 或是未来的发展 比如说你听古埃 就是想要知道 是了解股市的状况吗 也学习一些投资技巧吗 还是之类的 他也主要就是会讲一些 投资的正确观念 对 只是学这些东西 因为他比较不像是那种 会报名牌的 不是会报名牌的那种类型 对他就是讲一些观念 然后像刚刚提到的另外两个 讲者也都是讲一些观念跟想法 对就想要 接受一下心知 就这样 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现在就是台湾Podcast 才开始流行没多久吗 然后所以我自己就 听了一些Podcast之后 觉得自己好像也想 因为像我本身 有在拍一些YouTube上的影片 然后就是想要分享 我自己有对于生活上 或是有一些话题的一些想法 这样子 然后只是 你知道做影片的成本 实在太高了 像我拍一支影片 因为一定会有前置作业嘛 然后再来就是后期 我拍完影片 我的剪接时间 因为其实剪接完之后 我还要上字幕 上字幕就最麻烦 所以其实做一支影片 对我来说的时间成本蛮高 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有工作 然后所以后来 我就听了几个Podcast之后 我就觉得 好像可以透过声音来分享 就不错 就是像我们做Podcast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可以不用上字幕 对就是我们讲话也算清楚 对所以我就觉得 Podcast好像是一个 更好的平台 可以让我分享 我想分享的事情 所以我才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不是原本跟你说 我今年年初 就想要开始做这件事 对拖了蛮久 拖了蛮久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没钱 你说要买这些器材吗 对我跟你讲 我买这些器材的故事好了 就是我一开始 就是我打算做Podcast 就是我一定要有设备 就是我想要尽量让它做好 然后所以我如果没有器材 的话我也觉得 录出来的品质不是那么好 我就不想做 所以我就再等 其实因为我不是去年年底 离职下品 但是我后来不是换到了 一个剪接的工作吗 我原本以为我会有年终奖金 然后所以 没有啊 通常 因为呢 那个公司 因为我进去的时候 他们就有说 就是福利都有 然后也有说什么 像我一进去就有可以休年假 对他没有讲 然后所以我就以为 我也会有年终奖金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拿我年终奖金 可以买这些设备 结果过年的时候 就没有领到年终奖金 我整个瞎他 然后天哪 我的计划 零人吗 对 然后我就想说 天哪怎么办 我原本已经计划好 我过完年之后 要开始录这个东西 然后结果 没有钱买这些器材 所以我就等了一个月 然后就领下一份薪手 我就买 所以我现在在分期付款 你看像我买这个设备 很可怕 你看这个麦克风 这个耳机 因为这个影片 我可能之后 大家可能在听声音的话 可能会就是 没有看到 但是我有特务的影片 会放在我自己的YouTube上面 然后如果大家可以去看 也可以去听 反正我这个耳机 反正就这一整组 也花了我一万多块买的 对 然后结果呢 那这电脑呢 不是 这电脑 是 这公司的 没有这我自己的 那个Mac才是公司的 哦这是公司的 对 我以为你本来就用Mac 没有没有 哦是吗 嗯 OK那我忘记了 没关系 这一台也是 对这台就是 这是什么 算是 就跟那个DJ台一样 就是他可以操控 就是我们的声音 就是我可以从这一条 比如说 你如果觉得声音不够大 我可以 让你的声音大一点 哇哦 不是你的Mac怎么样 然后 对啊我们 我现在是让我们两个人的声音 都已经 是最大的 然后只是我们听的状况 我们可以自己调整 这样子 就是两个声道 然后录 他可以直接接收 输入 就录制我们的音 一开始还不知道 我自己去研究 然后想说 我到底要怎么录这个 是不是只要一个麦克风 还是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我们录影片 我不是直接在相机上一个麦克风 然后都可以收到我们的音 可是那个音质 可能就没那么好 所以如果我要找人录的话 我一定要有两支麦克风 可是两支麦克风 怎么同时输入到电脑好了 或是输入到可以存档的档案里面 所以就是要透过这个 他可以让我们两个声音 直接录制起来 这样子 对就是DJ台的这种 真的是很用心 做什么事情都蛮用心的 对所以就希望大家 好 这只是第一集的视播集 反正之后我们会继续分享 我想要分享的话题 轻松轻松上班压力就这么大了 我们就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 那所以 刚刚我们讨论了我们自己常听的Pakistan 然后也说了 我自己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想法 那接下来的话 我想要 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平常下班后的生活 大概会怎么样度过 你要先分享吗 还是我先 嗯你先好了 我的蛮无聊的 真的吗 可是我觉得你生活其实也蛮多彩多姿的 还是现在比较少 假日吧 假日有 对因为可以讲假日 你等一下可以分享假日 因为我 我其实平常也很无聊 平常应该是他那种无聊 因为现在大家出社会工作这么久 其实就是工作完之后都想回家休息而已 然后我平常下班完之后 我现在就是固定每个礼拜 至少会去运动两次啦 所以我下班就是会去运动之外的话 我就会就回家吃饭看剧而已 其实也蛮无聊的 其实不一定要分享这种 这么细节的事 像是我拍影片也是我下班之后 会做的其中一个事情 所以我也是想做这件事 就觉得我们 想要在工作之外 找一些更多不同的事情去挑战 或是去尝试 变成自己的兴趣也好 反正就是多接触 不同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觉得蛮有趣的事情 假日的话可能就是偶尔会跟朋友约 然后没事的话可能就回桃园陪家人这样子 那你呢 我的话基本上 下班之后 其实都蛮晚的 回家就是吃饭 然后 可能如果有时间会去运动 但是这样子很少 我回到家基本上还是在工作 因为工作性质比较偏向是 上班时间我们要跟客户去做可能很多的工作内容 提案啊 或者是拜访啊 洽谈啊等等的 可是下班之后可能我就会有很多文书处理的东西要做 什么东西要上单 什么合约要打 然后报价要整理 这类的东西 所以行政文书作业其实都在下班做 那很难真的去完完全全的掌握自己的下班时间 但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一定要给自己至少在洗澡之外 有可能一小时的时间是自己的 那那个时间可能就是滑手机或者是看剧 对 运动的话可能一小时太短了 但是还是会做啊 可能拉拉筋 在家里拉拉筋 可以啊可以啊 我觉得一小时差不多了 对 就是大概就这样 其实我下班后还是 还会阅读 就是我 我会大概 可能时间不多 但是我尽量播个10分钟15分钟 看个一章节 对 尽量让自己在下班之后还能够去吸收一些新的知识 我觉得很棒啊 这就是我觉得我们想要分享的东西 就是在下班之后还是可以吸收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不管是你要看剧或是像你看书 因为我也会看一些书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少看 但是就是还是会很喜欢翻阅一些东西 然后可以从不同的文章或是不同的文字里面得到一些想法这样子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在说你下班之后还是会忙一些工作的事情 我想说那你也大概分享一下你目前工作内容好了 好 我是一个业务 对 然后我的形态是2B的就是对企业的业务 那工作内容的话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业务工作者跟大部分的业务工作者差不多 但是我们的产品性质它的周期会拉得比较长 它不是属于一次性就是我今天去 然后跟你讲我这个方案怎么样 然后你有没有兴趣 然后往下 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会有前期的规划 然后再到需求的搜集 然后才到规划 规划之后才会往下到可能我提案 然后溢价 签约 然后签约完之后我还要订专案的行程 然后收款 再让每一个阶段性 因为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商品 它可能会有每一个阶段的成效 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阶段性的内容要去做追踪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定一定要上班还下班 就是如果周一到周五的时间 其实你看如果我们绕定下班是6点好了 可是下班之后客户可能还有一些事 对 或者是你自己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再真的上班的时间做完 没错 但它其实一样是客户的事 只是不需要跟客户沟通 但那都会到下班时间 所以我觉得没有 严格来说我的工作性质没有所谓的下班不下班 就是你自己觉得这个时间休息 你就休息 然后该做的时候就做 我觉得业务的工作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错 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的 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听众 有没有人知道我是什么 就是我本身现在的工作 就是在做影片制作剪接后制之类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 我觉得我自己有个YouTube频道 之后可能会越来越少更新啦 但就是我有空的话还是会拍一些影片分享 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之后呢 视播期大概几分钟 差不多20到30吧 好其实我们好像差不多聊完了 就是比约日子只是视播集 然后就分享我为什么想做Pakest这件事情 也跟就互相大家分享我们的工作内容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分享一下好了 反正就闲聊嘛 因为我不是买好了这些设备嘛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在找房子 因为我最近在搬家 我就在看因为其实我那里你有去过那里嘛 我原本住在靠近那个国富健人馆跟中校灯化的中间 然后其实那个地段蛮好的 然后我也蛮喜欢的 比我的上班超近 我现在都可以走路上下班 所以其实我也没有一定要搬家 最近就在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地方 因为没有的话我也不一定要搬 只是就是慢慢看 刚好看到这间酒楼 这间跟我以前住过的一个香蕉 然后不能跟他靠近有点类似就是 靠近的这种生活形态 因为他是新盖好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我就来看 看了之后就蛮喜欢 加上重点是他这里有这间录音室 是不是很棒 我现在在一个很难想像 他是在一个算住家里面嘛 他也不算住家 因为这里的形态有点特别 他就是一个共居的形态啊 对啊 不是他整栋大楼 他整栋大楼有点像 大学某一栋建筑物叫做活动中心 然后进来之后就会有一个很大的lobby 然后有很长的长廊 然后有好多个很像教室的地方 但他就是把它做成像套房 就是门就是关起来 然后整个环境很好 然后整个空间里面就是弥漫一股香味 我觉得如果有对于味道很敏感的人 可能不能在这里 但它的味道是香的啊 对啊是香的 但有人对有一些一点点味道都不行 太容易刺激 但我是觉得你们这边很舒服 对啊 所以这个录音室不错吧 而且它录音室本身用的设备 其实也蛮好的 因为就很荒谬 就你看我买了花钱 真的很荒谬 我花钱买了这个设备机过 它这个录音室自己有这些设备 全部都有 而且看起来比你更齐全 它这个做音乐的 对它真的是专门做音乐的 我这干嘛啊我 好 我是觉得这里的环境真的蛮棒 我在想会不会用到他们的 应该是不会啊 我觉得有的就用我自己的 还是你开始做音乐 我要做什么音乐 Beebox 反正就蛮有趣 你看这间录音室 我就觉得很荒谬 就是你看我花钱买我自己的器材 结果它这里有这间录音室让我用 因为其实就是 我知道它有这间录音室的时候 我就那时候要租之前 我就有问这里的房东说 我之后如果想使用录音室的话 是要怎么样使用 他就说如果我愿意成都的话 它可以让我免费使用录音室 但当然有次数限制 然后跟时间限制 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了 所以我就为了这个录音室 然后就租下来这里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环境 可以让我们录音 这一集差不多是这样子好了 我们的试播集就分享到这 就大概分享一下我们自己 工作状态然后工作之余 然后还有我们目前现在录音的 一些想法啊或是之后 哦对 我想一下我们之后 会聊什么样的话题好了 就是我主要呢会是 其实我在自己的YouTube影片里面 有分享过 我很喜欢看奇葩说嘛 所以呢之后的话题 可能会围绕一些奇葩说的变体 然后我们来讨论 跟工作有关的变体 用我们两个的想法 然后跟我会自己融入一些奇葩说 一些他们自己变手的想法 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人担任是正方 一个人是反方是吗 我们可以站在正反两方不同的角度 去分享自己的观点 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 有正方的想法 也可以有反方的想法 然后互相分享 或是你如果真的很不喜欢 另外一方也没关系 就分享你自己 坚信的那一方的想法也可以 我觉得就是互相的想法上的交流 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然后这是我想要做的事 所以我才想要录这个Podcast 或是之前想要用影片的方式呈现 但是真的是时间成本太高 所以就改成用录音的方式 然后这样分享这些想法给大家 好的 我要分享就是 我们为什么叫Afterwork 其实你有看到 我当初想要做这个 我不是有一些名字吗 我最后还有想要不要中文的 像是我有贴了什么 老百姓生活 或是老百姓事 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自己很想要把自己定位一下 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 像做Podcast也很多 我就想要代表一个老百姓的角度 然后去分享我们日常老百姓的生活 所以我就想说要不要叫老百姓事 而且又觉得 你看姓事又有点谐音的 就是老百姓事 老百姓生活 我觉得好像都蛮有趣的 都很像是姓生活 对反正在说就是老百姓的一些生活 或是老百姓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蛮有趣 就是好像有一个点 可以让大家有点注意到 以为在聊姓 但是不是 我觉得这样好像也是一个点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要把我叫老百姓生活 或老百姓事 对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我会以为是 比较偏深夜的频道 对所以后来我最后还是决定 还是一样就初衷叫after work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想聊一些 就是下班之后 我们可以轻松的聊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或是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里面 有一些选择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闲聊 分享我们自己的想法 所以就叫after work 大家可以轻松听 然后我们也可以轻松分享 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样子 OK 那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你应该没有想法 我没有想法 对 我是个没想法的人 没有啦 我觉得你的想法有时候也很棒 有时候是不是 讲座话是不是 蛮常啊 你的想法都很棒 我喜欢跟你聊天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聊天就蛮有趣的 好的 希望大家也觉得有趣 我们的这个Podcast节目呢 正常来说 应该会在每周三的 那晚上七点半 在各大平台上线 因为我真的想要用是 有点像是 广播节目的方式 然后所以呢 我有时候在节目的中间 我们可能会休息 然后会分享一首课给大家 或是像现在 我们差不多要结束自己的话 我就会送一首歌给大家 那接下来 我看一下我今天选哪一首歌 你要不要就是说什么 比如说 那我们今天四播集就到这 但结束之前 我今天想要送大家一首歌 你就直接送就好 可是你送这首歌 有没有什么原因 有 有啊 我选你都有原因 对 所以你就要先听 因为我都要看 那我其实很期待 就是大家 呃 接下来我们每一集 就是会开始慢慢的 累积听众啊 或者是希望可以拥有更多 有共鸣的人 一起听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的四播集 就差不多到这里 告一段落 希望之后 我分享的主题 让大家有一些共鸣 想要找一些同文层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 因为之后我的这个Pockets 会上架到Apple Pockets 跟Spotfly 跟Kbox都会有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五颗星 的好评 然后反正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跟大家互动这样子 在结束的时候呢 我希望可以送大家一首歌 因为今天这支四播集呢 主要就是分享我们工作之旅的 一些想法跟显量 所以呢 我选了一首 蛮简单的歌 它就叫做 Simple Life 像我们的简单的人生一样 送这首歌给大家 We'll see you Man I always had stories about the city line And the crazy nights I figure I should probably give it a try Baby check it out See what it's all about But the traffic was fast And the money was slow The people I met You never get to know i kind of miss this placei used to live back home cause up here it's breakneck paycheck right raises what's next i'm tired of feeling like a small fish in a big pond i think i go back where i came from where everybody knows my name my friends are still the same i guess the slow life hit me just right like a bonfire on a cold night hell and you can keep your 9 to 5 happy winter simple life yeah i ain't here to try to change your mind tryin to save your time in case you're thinkin' bout breaking out the bucket list girl you can skip this funny business cause up there it's complicated and overrated down here everything is understated and it's alright by me i got everything that i need but there is breakneck paycheck right raise what's next i'm tired of feeling like a small fish in a big pond i think i'll go back where i came from everybody knows my name all my friends are still the same i guess the slow life hit me just right like a bonfire on a cold night yeah i need you to keep your 9 to 5 cause i'm happy with the simple lies i'm tired of feeling like a small fish in a big pond i think i'll go back where i came from i know my name and all my friends are still the same i guess the slow life hit me just righ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